大家好,我是申理大律师 欢迎来到法院杂谈 有感而发,抛载引玉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欧米国家废主死刑与冤家出案 欧米国家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开始 落落叙叙的废主死刑 到今天,欧洲国家除了白欧罗斯 基本上都取消了死刑 美国废主死刑有些反复 到目前为止,有23日之后正式取消死刑 与英国或者其他西欧国家的律师学者或者法官 讨论死刑话题 他们都会认为 非洲死刑是理所当然天津第一的 比保留死刑的国家 觉得有点不可适宜 隐隐约约的,他们还有一些优越感 死刑在欧洲存在几千年 非洲死刑也有短短的几十年 但接着几十年的时间 非洲死刑在欧洲国家 特别是西欧国家已经是深入人心 不过你在中国的大街上 随便为一个中国人 死刑应不应该废除 中国人的反应是高度的一致的 那这么行 没有死刑那不是可以随便杀人了吗 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还是留帮进入关中的那一套理念 杀人者杀人其道抵罪 可以预见 在未来可见的时间内 中国非洲死刑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而美国家为什么要非洲死刑呢 当然有自身的原因考量 很多原因比较专业或者是比较敏感 听起来会比较枯燥 会设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比较通俗一懂的 即低气的一个原因 冤家出案 欧米国家的刑事诉讼 在犯罪事实的认定上 是由批审来负责的 批审都是随即选出的 社区的居民组成的 山椒酒流各色人们 基本上都不是法律专业人员 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 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 不少批审员对排座合理的怀疑 都不能充分理解 什么时候应该排座不合理的怀疑 心里也没有什么底 问法官 法官不予回答 或者法官即使回答了 法官的解释可能让批审员更加糊涂 这样的批审人认定的 安定的事实的客观真实性 也就口下而知了 由冤家出案 甚至把人错杀了 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另外 欧美国家在飞出死刑运动的过程中 官方学界也对刑事判决 特别是死刑判决 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 调查结果令人毛不爽然 即使是判冲死刑的案件 也有原点出来 而且不是个案 还是占有一定的比例的 中西方一样 杀错人是人民冠军的大事 是要遭天秦的 中国经典的戏曲 斗无冤斗无比戳杀的后果是 六月票学大汉三年 人死不能复生 这也是欧美国家 非洲死刑的重要的考量 好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